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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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一个人能够去传十个人 十个人传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传一千人 我们不怕人多 越传越多 你这个 同修会就越旺 那么将来 人很多了 力量就有了 人多力量就有 钱也多了 你雷藏室就盖起来了 最重要 最重要 这个德化美东界 所以在美东 就建立起来 一家新的雷藏室 但是我们有有行的雷藏室 还最重要 这个雷藏室本身来的人 要让他们都能够净除一切业 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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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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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身法王特别关心 香德同修会的发展 之后在晚上有了重头戏 那就是所有纽约的分堂 联合主办了 华光功德会的晚宴 现场有近两千人参加 同时特别恭请联身法王 传授大随求菩萨法 这是非常珍贵的机缘 我们就先来看 联身法王在当晚的法语开示 好 我们首先 敬传承主持 秒灵狐善 撒迦正空善事 十六四大包王卡拉巴 图灯达耳机善事 敬寸 敬唐城上法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我们今天的很多尊贵的贵宾 大家晚安 那等一下要跟大家做大随求菩萨的贯品 大随求菩萨的贯品 那么大随求菩萨 你知道吗 这个仪轨 法力太大了 大随求菩萨 本身是属于 开场界观音念 里面的一尊菩萨 那么它为什么叫做名字 叫做大随求 也就是 它是属于随求的菩萨 本来佛法 是讲无求 那菩萨 那菩萨慈悲 仍然让众生能够去求 这个就是菩萨本身的一种 非常的最大的背影 所以成为大随求 我常常在想 我们众生大部分来讲 都是有所求 一般来说 众生本身是有求的多 无求的少 像我们现在左右的 这些还有前面的 做的 都是一些光头 那么光头呢 就是比丘跟比丘尼 在古时候的比丘跟比丘尼 是从来不求什么的 少运 很少有欲望 知足 他自己满足 在人间的生活 他甚至于 必须要以苦行 要很苦的这样子的修行 苦行 苦行不是为了给众生看 而是为了自己的修身 自己的养性 修身养性 才做苦行的功 不是为了谋求 不是为了谋求 去谋求明文立言 才做苦行 是真正他们在磨练自己的身心 那么这世间上的人 就不一样 他是有所求 一般的世间的人 都是有所求的 这个有所求啊 是每一个人的共通 每一个人共通 他本身的一个人 自己本身的本性 本身的本性啊 都是有所求的 所以大随求菩萨 他因为慈悲啊 世间的众生 显化菩萨的慈悲 才有这尊大随求菩萨 那么随求菩萨有八个印 他有八只手 所以有八个印 那么你们 应该也会看到仪轨 那么仪轨里面有八个印 你们要写好这八个印 你写好这个八个印以后 你结这个八个印 持他的咒 能够相应的话 你所求都能够如愿 这里呢 有一个所求的这个笑话 这个妻子啊 问丈夫啊 你儿童的时代 有过许多的愿望 那么现在 有没有实现呢 这丈夫啊 摸摸自己的秃头 说有 小时候 当妈妈 求我的头发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 是一个秃头 这个愿望也实现了 那么 妻子又问了 有人说啊 一个人在朦胧的夜色中 容易做出傻事 你说有道理吗 这丈夫回答 是这样子 我记得 我是在一个 夜色朦胧的晚上 向你求分 这个也是 将有所求的 各位观众 请您珍惜 连生法王 在台湾雷藏寺 所主持的护魔法会 从下周开始 护魔主尊有 莲华生大士 莲花童子 真佛大感应 真佛大传承 请您把握参加 详情请殿 台湾雷藏寺 零四九二三一二 九九二 卢盛雁文集 感谢您的护持 最新著作 物尽一点通 即将推出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 九九二 我刚刚看了 大音音 大音音有一个笑话 他停了好久 卢盛雁讲 我是一个老师人 这一句话是笑话 而且这一句话 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因为当初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年少轻狂 我本身也是有所求的 我希望成为一个诗人 这是我所求的 我希望能够 我能够升官 也是我所求的 我希望我将来 也是有财富 有房子 有车子 有儿女 有 有 美丽的 妻子 这个也是有所求的 那么有所求 他有时候 我们应该学国的人 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顺着 你自己本身的命运 不要去强弱 不要去强起豪夺 不要强起豪夺 不要强起豪夺 这世间上有很多人 强起豪夺 强起豪夺 就属于善 你勉强 就属于恶 属于你自己的 应该有的 你得知 就称为善 你不应该有的 你得知 就称为恶 所以善业跟恶业 只是差别在这里 然后我们今天做的 可以讲 是一个慈善的 一个晚会 慈善的一个晚会 最重要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能够分别善恶 自知之明 而能够分别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这一点最重要 人贵自知 人能够知道自己 能够拥有什么 你自然而来的 就称为善 你勉强去得知的 就称为恶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就不要太勉强别人 师尊现在已经知道 什么是老实的人 老实的人 这也是自知之明 我们修行也是要老实 就是很稳定的 去修行 每天精进 这个就是属于老实 像我每天写书 每天一篇文章 每天一幅画 每天要修行 要静坐 这个就是你实践 你就是老实 你今天如果偷懒 你就变成不老实 不老实会怎么样 现在很多人 我抽到了一个笑话 很多人很懒 不够精进 修行人很懒 不够精进 这是一个不够精进的 有一个妈妈对儿子讲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寒女起床 你都说困死 困死 就是很疲劳 困死 那么吃饭的时候 让你先洗手 你又说饿死 饿死了 不洗手就想吃饭 平时叫你做一点家务事 你就说累死 非常的累 你去上班上学 坐公共汽车 你说鸡死了 鸡死了 这个车子里面很多人鸡死 叫你坐小房 就是出租车 你又说贵死 贵死 你一天到晚 要死几回 这个儿子手一飞说 老妈 你烦死 这个就是不是怎么样子的好的儿子 我们应该想起来 要精进 要有精神 要有毅力 如是真是什么没有 毅力 我修行四十年 四十年 到今天为止 就算非常的累 有时差到东部来逢房 我每天早上在hotel 我绝对的每天早上一定要修房 我在飞机上一样也一样修法 坐车也修法 祝福特人也修法 我修法的时候 刚好师母走进来 他也看到我在修法 有没有修法 我正好在修法 他一看到我在修法 他就赶快走出去 因为我在修法的时候 最后一定要静坐 要非常的静下来 你能够静的话 就是在修行 修行人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到 你一定要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 就是在修行的一个功夫 你已经至少 你已经降服了 这个沉练 沉练 在任何一个场合 两个人也好 两个人也好 一个人也好 很多人也好 你始终是心平气和 这个也不容易 你当到无求的时候 你的烦恼会减少 你气也会和 心泪也会平 这个时候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善 一个善主 你心不平气不和 就是恶 但修行人来讲 就是恶 所以师尊发言 我不告任何一个人 你去告人江的时候 你一定心不平气不和 你告了人江 对方会痛苦 对方会痛苦 你是给人痛苦 是我们修行人是给人快乐 拔除人家的痛苦 欢喜的一直去做 甚至于舍掉自己的一切 为了众生 这个才是菩萨 所以今天 不是没有人批评 卢师尊 也不是没有人骂卢师尊 你骂也好 批评也好 什么都好 我仍然是如是尊 如如不动 骂得越凶 我越翻喜 什么叫翻喜呢 因为你就是我的恩人 让我越过了这个忍辱的这一关 我得到一个果位 就是无声法忍 所以师尊在这里跟大家讲 欢迎大家批评 欢迎大家误骂 只要是批评的 只要是批评的 顾骂的 都是我的恩人 因为他们制造的障碍 让我飞跃过去 我能够忍气吞声 全是恩人的功劳 这样大家学的会 学不会 在我来讲 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那这一点大家也要学 没有什么好可怕 这一生走到哪里 都是一样光明正大 我也不隐蔽我自己本身的一些事情 我都是很公开的 我每一件事情 我都是讲出来的 我这一生很多的事情 我都会写在我的书上 而且公开的讲出来 一切都是光明正大 没有什么可怕的事 就算我有一天 这个进了监牢 人家讲说 我今天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进过警察局 因为我没有跟人家有什么纠纷 因为我没有跟人家有什么纠纷 我没有进过法院 虽然有被告 被很多的告诉 这个诉讼也有被告过 但是我还没有进过法院 因为全部都是不起诉 没有什么起诉 我也没有进过监牢 但是我如果进了监牢 会怎么样 你会觉得委屈吗 不会 正好闭关的休息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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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谢谢你 我会想赏 谢谢你 谢谢你